捕食者无人机螺旋桨放在后面 喷火式战斗机螺旋桨放在前面 亚当A500一前一后都放着螺旋桨 这我就有点搞不懂了 他们为什么要把螺旋桨放在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对飞机的飞行来说有区别吗 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先说结论有区别 而区别在哪呢 我们这就展开 先来确定一个概念 那就是根据螺旋桨位置不同和作用的不同 它们分别被叫做拉动式 推动式和推拉式 你能把它们各自的螺旋桨位置对应起来吗 其实很简单 螺旋桨在前面时呢 感觉就像是在拉着飞机跑 所以它就是拉动式 推动式就是螺旋桨放在后面 推着飞机跑的模式了 至于推拉式 根据这个逻辑咱们也应该都知道了吧 好那就一个个来讲了 拉动式 最大的好处就是设计简单制造省钱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来说 螺旋桨在哪儿 就把发动机也放在哪儿 是最经济实用的选择了 如果中间搞出一大堆复杂的传动机构 既增加重量又增加成本 是没有几家飞机会这么干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对飞机上最重的大火宝 究竟该放在哪儿 才能最有利于飞机的飞行稳定呢 答案就是在重心附近 飞机的重心一般都是位于机翼附近 而机翼为了能够拉开同尾翼之间的距离 以制造出足够的操纵利弊 所以位置一般都是比较靠前的 那么把螺旋桨带发动机放在前面 就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操作了 基本上这样做之后 你就不会有太多的重心不稳定方面的顾虑了 自然是省了很多的事和很多的钱 看起来很好对吧 但其实它的缺点都隐藏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 比方说最重要的一个 引擎效率不够高 因为被螺旋桨推向后方 用来产生反作用的力 会一路撞上很多的障碍物 发动机机翼 驾驶舱尾翼等等 使原本的力量被大大的削弱了 为了改进这一点 就需要还上更大的螺旋桨和更强劲的引擎 但是这又增加了飞机的整体重量 所以相当的尴尬 只能折中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将就了 另外一个无法忽视的缺点是 因为整架飞机都位于螺旋桨所造成的空气 团流之后 就会让它经受更为明显的震动影响 而且随着飞行速度和风速的变化 这种震动也在随时变化 并随时对飞机的飞行稳定性造成影响 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能够察觉到这些改变 并主动做出调整来稳住飞机 但对于下面我们马上就要说到的 需要自动驾驶的无人机来说 就很难去适应和调整了 这种只能意会来言传的感觉的东西 你要用代码把它写出来 还真是不太现实 好了 正好我们就借此来切换到 讲推动式的螺旋桨布局方式了 它有什么好处呢 接着前面的讲 就是由于螺旋桨这个时候放在机身后面了 它推出的空气谁也碰不到了 一是大大增加了引擎的效率 加同样多的油可以飞更远的距离 推动同样大的飞机 可以用更小更轻的引擎 二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湍流对于机身的影响也就不摘油了 所以飞行的稳定性更高 也让自动驾驶更容易实现了 这就是为什么捕食者要选择 将螺旋桨放在后面的原因了 其实不止捕食者 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无人机都是这么干的 当然螺旋桨放在后面 对这些侦察机来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 那就是把头上面控出来了 不管是装上眼睛还是按上雷达 都有了最好的视野 同理对于观光用的飞机来说 也是可以装上360度无死角的透明座舱了 另外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好处 就是滑流效应 消失了 什么是滑流效应呢 就是当螺旋桨转动起来之后 它会把空气也带着转动起来 所以如果把螺旋桨放在前面 就等于是它推出的空气不仅是在往后跑 还是在绕着机身往后跑 当绕来碰上垂直尾翼的时候 就会给它一个侧向的力 让飞机偏离原来的航向 于是飞行员就要不停地跟滑流效应做斗争 不停地补偿飞机的偏航 大大增加了操纵的难度 但是你想推动式就没有烦恼了 飞机的控制面都是在这段绕圈圈的气流前面 一点影响都碰不到 但只有好处吗 缺点依然多多 咱们减重点来说 一个是虽然螺旋桨造成的湍流影响不到机身了 但这回螺旋桨自己却被湍流影响到了 因为进入螺旋桨的气流都是先经过了机翼 或者尾翼的扰动了的 所以就会让它自身的震动变得明显 尤其是那些装在机翼后面的螺旋桨更是照样 因为从机翼上表面和下表面吹过来的风速度还都不一样 震动就更加剧烈了 这样的话就对连接它们的机身结构强度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怪不得早期很少有人敢去尝试了 第二个问题 由于螺旋桨和发动机都放在了后面 所以中心自然就靠后了 为了平衡 机翼的位置也必须要往后调 结果就是机翼和尾翼靠得太近 利弊变小了 飞机的控制性和稳定性开始减弱了 怎么办呢 就只好引入压抑来辅助了 但压抑是一个静不稳定的结构 也就意味着你要是不能一直去微调和控制它的话 飞机是不会自己稳定下来的 当然现在我们有了飞控电脑 可以交给它来自动控制 但是放在以前 又是一个阻止工程师去尝试推动式布局的门槛了 剩下的缺点也比较明显 比如螺旋桨在后就让飞行员的弹射逃生 变成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比如原本可以依靠螺旋桨来自动降温的发动机 现在变到螺旋桨的前面去了 于是散热也就成了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比如起飞和降落室都容易屁股朝下 螺旋桨因此也更容易遭到损坏等等 当然这些问题到了现在 也都是有解决方案的 无非是麻烦点罢了 说到这儿我们就能理解了 到底是把螺旋桨放在前面还是后面 其实是没有什么对错的 这跟时代用途经济都是有关系的 在最适合的地方用最适合的设计 才是有意义的 对了还差一样没错 那就是前后都有螺旋桨的推拉式了 它又凭什么存在呢 我觉得它应该是结合了一些前两者的优点 并尽可能去掉他们的缺点的产物 比方说重心你现在是不用担心了 汎流影响也肯定是减小了 前拉后推效率也是增加了 最主要的是 可以克服只有一台螺旋桨带来的一个致命问题 转举 就是螺旋桨总是想把机身朝相反的方向转过去的趋势 这很危险啊 而两个螺旋桨朝不同方向旋转呢 正好就抵消了这个力局 所以我想啊 这个可能是推拉式很重要的一点了 好了 我是火箭叔 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留言跟我互动吧